汇聚大众的力量 佛教怀仁教养愿 希望洗涤人间的忧非苦恼 奔着佛菩萨慈悲的精神 宗道法师以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的悲愿 希望能为心智障碍者 开辟一个清凉境遇 开山之后第二年 就先收容一位宴童 宴童也是一个由我自己先照顾 慢慢的就有更多人知道 我在做这个事情 就已经有收到最后 就到将近四五十位 那我当时的宴童 就是照顾这些小孩子 是免费的收容 但是家长要责任 何谓责任两个字 就是说假如是在当时台北县的时候 附近的人 他一定要一个月来看他自己的儿子 一次到两次 若是在中部还是南部 一个月要来看自己的孩子 一次以上 那要免费跟他收容 可是他们来看孩子的时候 也要去照顾自己的孩子 也照顾别人的孩子 若是女众呢 都是帮他们喂食 帮他们洗澡 那假如是男众的话呢 就整理环境 所以说因缘就这样子的成熟 那在到最后十五年前 我们的新秉市政府的社会局 一个科长 叫做吴经印 吴科长 就到山上找我 他说 师父你那么慈悲啊 但是你这边 山上又 地木的问题 没有办法合法立案 汇聚十方大众的力量 散播人间温暖的情感 三峡普玄寺 我叫凡人教养院 可以说是族事中的一股清流 洗鼻人间的忧悔胡闹 时光新闻记者 麦英荣台北采访报道